国际焦点我们带您关注的是乌俄战争 俄罗斯持续往东边的恰索夫亚尔压境 目前只剩600公尺 乌军在前线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尤其是俄军的超级炸弹有三顿重 号称是空中巨无霸 还被称作是核武平民版的亲戚 这带给乌克兰一定程度的威胁 而上周我们替您报道 俄军靠着火力的优势再度夺下了阿夫迪夫卡 一个星期过去再重整兵力 还有调整战术之后 开启了恰索夫亚尔战役 目前距离第一线的战场只剩短短600公尺 俄罗斯国防部也透露 乌克兰第93旅指挥中心 已经在这一场战役当中被歼灭 但是乌克兰军方是严正的驳斥 然而军事专家分析 乌军虽然部署了20个旅籍战斗单位 但是并非是满边状态 另一方面俄罗斯的铠甲M防空系统 最近也在实战当中 成功拦截了乌军的风暴之影 乌军的反攻似乎是越来越吃力 俄军继续在顿巴斯地区发动进攻 尤其巴赫姆特西线战士最为猛烈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作战单位在这个方向取得明显进展 通过空中和地面长城精准武器的打击下 摧毁乌克兰多个堡垒和重要据点 包括一个需要被严密保护的指挥所 不过乌克兰东部作战司令部则提出反驳 认为俄方的片面说法属于不实言论 强调两军还在当地近距离接触 部分战线处于胶着状态 阵地多次一手 战况相当激烈 然而乌克兰军方也坦诚 面对规模更大 装备更精良的俄军 前线部队确实陷入苦战中 虽然战况还不算明朗 但是有多家国际媒体证实 俄军已经展开所谓的恰索夫亚尔之战 而且击溃了乌军在运河东侧的防线 消息指出乌克兰第93旅的指挥中心 在战役中被摧毁 据称旅部多位高阶军官和参谋阵争亡 俄罗斯军事部落客表示 作为战役主力的俄军第98禁卫空降师 由331团担任正面推进的任务 配合两栋栋摩布旅进攻北部的伯格丹诺夫卡 以及第11空土旅 从南部伊凡林夫斯克的推进 钳制住乌军两翼部队 无法派兵协防恰索夫亚尔 当二军331团突破运河区东侧之后 随即转攻为首 利用时间差战术 先后击退乌军向南包抄的第67旅 和北上支援的第42旅 迫使首军退出防线 撤到运河以西抵挡俄军攻势 加上第98空降师将两腰拐团和两两勾团 布置在后方担负起第二预备队的任务 相当程度巩固了运河东侧的战略阵地 俄罗斯军事分析师加金表示 综合各方资料来看 乌克兰在恰索夫亚尔 部署了20个旅籍战斗单位 显见这座城市的战略重要性 原本俄军计划要以数天到一周的时间 尝试攻下运河防线 但是战役展开后不到一天 俄军就取得预期以外的战果 根据前方回传的报告显示 乌军布防的20个旅籍单位中 很多部队并不是满边的状态 有些单位甚至只有不到一个营的编制 就算乌克兰部队的总人数 比起俄军要高出许多 但是在战斗中的表现 却不像是训练有素的作战部队 不排除20个旅籍单位中 有一定比例的后勤支援部队 甚至是拉夫补人头的非正规军 所以当俄军发动攻势后 原本不具有战力的单位 在短时间内全面崩溃 而且这种情况 很容易引起骨牌效益 导致战线全面溃散 另一个原因则是得益于 俄军的超级炸弹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俄军在近期的战场上 大量使用改装后的 FAB系列滑翔炸弹 这款武器在前苏联时代 就以威力强大著称 原先的设计就是传统重力投射弹 而且产量还颇为可观 随着常规航空炸弹的不断演变 俄军为了让这款炸弹 能够转换成精确导引的武器 所以设计出UMPK滑翔套件 连接在FAB炸弹上 成为一款航程更远 打击更为精准的滑翔炸弹 并且在去年7月 尝试使用在乌克兰战场上 而且收到不错的效果 尤其这种炸弹还能挂载在 多款现役战斗轰炸机上 也成为俄军用来打击乌克兰地面部队 或大型工厂的重型武器 专家认为 这次发动恰索夫亚尔之战 华强炸弹具备的杀伤力和震撼力 也为乌克兰部队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 进一步降低乌军的士气和抵抗意志 只是国际间好奇的是 乌克兰官方在3月初 还大肆宣传防空部队屡舰战功 缔造半个月来 击落15架俄军各式战机的近人成就 为什么短短一个月之内 就听不到乌克兰防空部队的声音 似乎从此之后人间蒸发了 正在北部战区视察防御公事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对于国际间提出的质疑 马上给出了答案 原因很简单 就是乌克兰除了前线部队缺乏弹药之外 防空部队的飞弹存量 也快要亮起红灯了 乌克兰的启动部队 蔓延到防空部队 透露出乌克兰部队的情况 确实令人堪忧 尤其泽伦斯基更再次向美国 发出明确的求救信号 恳求美国国会 务必要通过600亿美元的 原污特别资金法案 如果再不批准这项法案的话 乌克兰就会输掉 对俄罗斯的这场反侵略战争 泽伦斯基说 如果没有美国援助的话 乌克兰的生存将会更加困难 倘若乌克兰战败 那么其他国家 也会被卷入到战争的危险中 只不过乌克兰眼下的问题 在于顿巴斯地区的前线部队 不断传出被迫撤出战线的消息 这对乌克兰不但是一项警惕 也显示了 俄军在经过两年的战争洗礼后 再度调整部队编制 无论是进攻防守 都具有兵员数量上的优势 由被动的防御 转变成主动攻击 趁着乌克兰出现兵员 和弹药不足的机会 逐渐扭转战场情势 持续在顿巴斯战区 向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俄军在前线靠着弹药优势 压制住乌军 而英国的前指挥官认为 乌克兰今年很可能战败 俄军是否也在筹备夏季进攻呢 我们把时间再交一玩柔 俄乌战争到底何时 才能划下修指符呢 来看到这一位 他叫做巴伦斯 他是英国联合部队 司令部的前指挥官 他断言说 俄罗斯准备在今年发动 夏季的大规模进攻 他跟预言说 乌克兰今年将会输掉 战争的风险很大 但他的依据是什么呢 他认为说 因为乌克兰的军队 现在已经开始觉得说 自己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了 已经失去保卫 想守住东西的信念 尤其他们到底该如何面对俄罗斯军队的夏季进攻呢 尤其在这个弹药兵力以及防空系统上都短缺的时刻 尤其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呢 他们在武器炮弹上面的比例可以说呢 俄罗斯是取得优势的 两国其实是无比 也有这个比例相当的悬殊的 再来看到 他们还有这个俄罗斯用新型FAB的滑翔炸弹 这个炸弹有多厉害呢 他除了导引系统之外呢 还有弹出式的机翼 而且上面呢 还可以兼载一千五公斤的炸药 另外呢 美国空 美国欧洲司令部的司令呢 他自己最新的一份报告上面 他也明确的指出说 欧乌战争现在已经持续两年了 但是呢俄罗斯的空天军呢 其实损失并不大 仅损失了百分之十的机队 而这个战争现在到底获益者是谁呢 根据外媒华尔街日报指出呢 欧陆国呢 扩大采购军武 所以这根本经济效率是回流到美国的 像是这个武器 以及液化天然气呢 都是美国最大获利者 好 另外在中东局势 也是越来越混乱 黎巴嫩针主党呢 再度对以色列发射火箭 而这背后恐怕是 伊朗的复仇计划吗 12号当天 以色列北部非常多地区呢 都是炮声隆隆 而且警报声大作 他们遭遇多达 50枚的火箭弹攻击 以色列分析 这是从黎巴嫩南部发射的 黎巴嫩针主党呢 也发表声明 直接承认 没错 就是他们向以色列北部的炮兵阵地 发射了数十枚的多管火箭炮 外侧推测呢 是伊朗就是幕后的主使者 原因是不满足大马士革使馆 在月初遭到了伊朗的攻击 这场由以哈冲突 向外扩散的紧绷情势 持续升温 现在更传出 伊朗恐怕会在一到两天之内 会有直接的动作 美国呢 目前已经将航母 还有大量的战机 调到了红海备战 以色列回向 如果真主党不退 以军将发动战争 扬言有胆攻击 就要承担后果 伊朗多天来宣告 要以色列对发动轰炸 复苏代价 美国撂下狠话 公开要德黑兰当局 别轻举妄动 美国如此关切 多家媒体就爆料 因为伊朗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 恐怕会展开行动 报复以色列 拜登松口预料攻击将来得更快 美国国防官员透露 调派军方资产前往中东 协防以色列 还要拦截来袭的飞弹 美国击派中东最高 司令非以色列 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协商 无惧伊朗频频警告 美国别插手 否则将波及驻中东美军 不过长期受伊朗支持的 黎巴嫩真主党 持续在以色列北边助攻侵扰 当地周五彻夜射40枚火箭弹 攻击敌军炮兵阵地 以色列说多数都遭到拦截 伊朗究竟会如何报复 外媒就预估可能先从海外占领地开始 以色列尽管父辈受敌 但面对阿拉伯国家人不甘示弱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日前视察F15 向飞官喊话誓言要以牙还牙 现在在加萨与哈马斯作战 还在持续朝中部难民营进行轰炸 那台湾的军备状态呢 准总统赖清德当选之后 宣布将推动七艘国造后续舰 海军初估成本超过了2800亿元 平均一艘是400亿 比原型舰海坤号成本贵了大约90亿元 国造潜舰不只一艘海坤号 赖清德当选后要兑现证舰 推动七艘后续舰 传出成本粗估超过2800亿 让国防部听到都觉得吓人 海军规划以15年为期程 采3加2加2量产 每一年半开工一次 但对比海坤号原型舰 扣除设计费 新舰厂房等 造舰成本约312亿元 量产七艘潜舰 平均一艘成本超过400亿元 怎么量产舰比原型舰还要贵 海军对此不回应 只不过造舰费用的不合理 海坤号的金马桶就曾差点被框 因为马桶需要静音处理 代理商当时报价240万元台币 直到台船发现不符国际航情 和国内厂商研发 只花15万就完成 还通过测试 不免让人质疑 难道都把海军当盘纳 这艘原型舰如果没有符合 海军的作战需求 没有办法打仗 那他花多少钱都是假的 一点意义都没有 其实他应该要先通过的是 作战测评 七艘后续舰若没特别预算支持 海军的钱包看来得要 尽打细算 TVB新闻吴俊伟 李宗泽台北采访报道 面对无人机或火箭弹 以色列投入研发雷射武器反制 那台湾呢 我国中科院四年前 启动雷户研发专案 而且现在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 一道明亮光束射向夜空 命中无人机之后 闪出一颗光球 英国国防部新型雷射武器 Dragon Fire 实际测试拦截能力 官方影像字幕更自豪表示 是将改变防空现行游戏规则 研发成果台湾看在眼里 我国中科院从2020年 就启动了雷户研发专案 去年7月进行了六项关键测评 第一阶段小功率的颜测已经完成 像说雷射武器要达到 可以武器化的水准 一个门槛是30k瓦 真正可以发挥实战效果是50k瓦的 它的焦距要随着目标移动 也就是在平均一公分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 就是拇指的指甲这样的宽度 持续的照射一到两秒钟 可是它涉及到了这个控制系统 就要很精密了 因为功率只有5万瓦 不只容错率低 也不能有云雾雨水等等干扰 而位移和射程更只有一公里 要扣关武器化还有一段距离 研发单位除了对内争取军种支持 也积极的寻求国外相对成熟技术 消息指出友好国家已经协助补上关键要素 短时间就能够烧穿物体的这个能力 大瓦数是一个必要的趋势 目前判断应该就是美国 安信来看都是所谓的关键领主件 也就是激光魔术 它未来怎么样让它能够达到所谓的高功率 因为简单仰雷射的这个武器的规范 它必须提供比较大的电力输出 你50k瓦的话 它提供的电力大概要到200k瓦 甚至于250k瓦 指标性的案例是历经阿克萨洪水 突袭行动后的以色列 决定加速开发铁树系统 弥补铁穹接战极限 最明显的优势就是成本 铁穹系统每每拦截弹药 要价每斤4到5万元 而只靠电力驱动的雷射 每次发射只需3.5块美元 它也是一个非常节省弹药的一个方法 也就是说它以后没有库存弹的问题 不管是用这个方针快炮 或是进步防御系统进行误杀 或是其他的这种转程的蓝箭武器 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用雷射的话 它的价格会低到 可能让你胜率可以忽略它的存在 但是重点就是你自己本身的科技实力 才能做得到 当侦搜雷达发现不明飞行器正在接近 雷射发射器随即启动 不论移动中的目标是飞弹还是无人机 高功率光速照射之后都能精准摧毁 美国军火商对雷射武器的发展已有时 的确美国过去曾经测试过一种武器 叫Airpone Laser 也就是所谓的机载雷射 他们在一架国瘾7-4的货机上面 装置了一具非常大型的雷射的发射器 然后呢 但是它的缺点就变成说是 它在将整架货机的这个电池充满了这个电力 然后针对这个模拟的弹道飞弹发射好这个篮节之后 传统武器不会有的劣势 随着科技发展近年开始有所突破 其实去年三月 我国宪兵指挥部就曾为此赴美考察 看一看雷射武器 安装在史崔克装甲车上的发挥效用 未来是否搭载于云豹甲车 在卫戍区反制无人机 想法隐约成型 也就是中型卡车这一类的空间 第二个就是固定的这个 就是防空站台 可以守护重要的军事目标 那第三个 当然就可以放海军舰艇上面 对于来袭的目标 指挥官有更多的选项 可以有效的拦截 无人机应用 台湾落掉的牌 会在雷射武器稍稍扳回一城吗 在务实的前提之下 替防卫手段找出更多可能 仍有尝试价值 TVB的新闻 陈又翔 罗士鹏 耶福 台湾道 讲到脂肪肝 很多人都以为过度肥胖 才需要担心吧 但医生提醒 其实不少身材纤细的人 也可能患有轻度脂肪肝 而且身形率有逐年增加趋势 脂肪肝在台湾有上升的趋势 据了解 大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口 会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 主要因素是不健康的饮食 少运动 甚至是过度饮酒 都会引发脂肪肝 事实上现在脂肪肝普及 让不少人可能会觉得 脂肪肝问题没什么 但要小心 引起肝病四部曲 肝炎纤维化 肝硬化 最后演变成肝癌 前阵子刚好有个患者 过去有肥胖的病史 也自助常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 结果四十几岁就罹患了肝癌 脂肪肝的应对方式有三 减重 戒酒 追踪 酒精性的脂肪肝 另外一种叫非酒性性的脂肪肝 那顾名思义来说 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饮酒过量造成的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就是主要是跟肥胖有关 那另外跟一些代谢相关的一些慢性病 像是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这些也是都有相关的 脂肪肝主要是指肝细胞里面有油泡的堆积 这些油泡的成分就是所谓三酸肝油脂 油泡在肝细胞里面堆积多 就可能会造成肝细胞的损伤 肝细胞损伤严重就会形成肝炎的一个状况 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有可能会出现 上腹部疼痛的一个情况 大部分其实是都没有任何症状的人 除非到进化到比较后期 所谓的一个肝硬化肝癌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黄胆 甚至是腹水的一个状况产生 近年来政府全力防治肝病 目前仍有一项肝病尚未被攻克 脂肪性肝病也就是过去俗称的脂肪肝 当患者因肝指数异常求诊 男性大于33 女性大于25 且排除了病毒性肝病 铜铁离子代谢异常 及自体免疫肝病时 就要朝向脂性肝病思考 花生或者是夏威夷豆 那就不建议过量的一个摄取 一整天就建议一个汤匙 花生大概是10颗 核桃大概是5颗左右的份量 另外就是过量饮酒的部分 也是造成这个脂肪肝很大的一个原因 当冲一波或者肝脏切片呈现 知性禁论时 需要了解患者的心脏代谢风险因子 其中包括BNI大于23 男性腰围大于90 女性腰围大于80 空腹血糖大于100 或饭后两小时血糖大于140 或糖化血色素大于等于5.7 血压大于135、85 三酸甘油脂大于150 高密度胆固醇异常 男性小于40 女性小于50 当以上风险因子具有其中之一时 且合并甘指数异常 就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需要厘清患者的饮酒时 当每天饮酒量男性大于60克 女性大于50克时 我们会认为酒精性肝病 是脂性肝病的主因 轻度的脂肪肝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症状的 病程开始进展之后 开始会有一些症状 可能比较常见是一些疲累感 或是上腹部肝脏的区域 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脂肪肝是日积月累 我们摄取的热量过多 以及消耗太少引起的 那其实这个国健署 针对国人的这个饮食指南 建议一个我们餐盘的一个组成 那菜量跟饭量其实是要相等 那水果分量要比菜量再少一点 大约是一餐一个手掌的量 那在蛋白质的部分 就是肉蛋豆鱼 这些的总和呢 也是大约一个手掌的一个分量 医师建议有脂肪肝的人 务必要戒酒和减重 必须减少久坐 增加有氧及肌耐力的运动 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 而运动可降低肝指数 减轻肝内脂肪含量 别让脂肪肝问题持续恶化 TVBS新闻 陈如环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好 另外餐酒馆呢 常以精酿啤酒作为招牌 吸引消费者上门 而制造啤酒的四大元素 像是水 麦芽 啤酒花 还有酵母 而麦芽和水混合糖 化成麦汁之后 麦芽会变成麦芽破 光是每年呢 一间酿酒厂就有制造超过500吨 因此业者现在积极开发 再利用的产品来达到有趣 和朋友聚餐聊天 在餐酒馆内免不了点杯酒精饮料 餐酒馆以精酿啤酒作为招牌 而制造啤酒四大元素 包含水 麦芽 啤酒花 酵母 而麦芽和水混合糖化成麦之后 麦芽就变成麦渣 也就是所谓的麦芽破 这时就已经功成身退 桶槽里排出的麦芽破 大部分的糖分已经被吸取走 但还是留下不少纤维以及蛋白质 如果不能利用 就只能以事业废弃物进行处理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生产的数量 越来越多 我们每一年的麦芽破 其实已经超过将近500吨 这样的数量 因为我们这些麦芽破 完全都没有经过任何的污染 然后直接当成废弃物处理 其实相当的浪费 以目前我们所在的这间酿酒厂来说 光是一天就会产生 大概一吨的麦渣 而业者也积极希望将这些麦渣 可以重复拿来做使用 目前大概应用在装潢的建材 面包以及在这个餐盘上 不过这些的使用量都不到1% 因为麦芽破经过高温烹煮后 还是有许多的营养价值 因此一不小心就会变质 第一个我们是位于北部的酒厂 大部分加工厂都在中南部 然后它又是一个高湿度 还有一点点养分 又温度也高 所以它通常在运送过程中 运费或者是保存的过程 都还满花费功夫的 所以如果像比如说 我们做成宠物饼干 它是我们直接央厨制作 但是如果要送到中南部去干燥 或者是给比较偏北部的养猪户的话 我们其实都在车上 还蛮要需要特别规划的 过去部分的麦芽破 会运送到北部的养猪场作为饲料 但要有效利用 要克服的难关 就是保存以及运送 或者是需要跟我们的供应商 有一个很好的供应链的安排 我们一产制好 然后他们那边可以收 然后立刻来运用到 其实本来资源的债利用 就比去开产新的资源来得复杂 但是为了我们地球真的只有一个 然后环保的延续性 还有我们产业的永续性是很重要的 汉堡面包在煎台上炙烧出香气 这款面包表层没有常见的白芝麻 而是有些微的麦芽 因为面包是用酿酒后的麦芽破所制成 它不是像一般的麦子磨成粉 所以它会保留麦芽谷物原有的香气之外 然后它也会让 因为它还有纤维 所以它就是整个嚼起来会 比较有嚼劲 比较有香气 但起初在应用时也不容易 因为麦芽破酿完酒含有丰富的水分 如果要加进面包里就得拿捏比例 而汉堡店内的托盘也同样来自于麦芽破 另外的话其实我们也在像是环保建材上面的话 也都有充分的运用 那譬如说我们在新装店这里的 我们的椅子 灯具 然后还有一些装饰物品 其实都是用麦芽破下去做延伸运用 我们也还会再开发更多 譬如说像是环保餐具这样子的部分 让它的循环精力可以更有的效果 而且也做机能减碳然后跟减速 餐饮集团早在十年前 就将每日产制出的麦芽破运用在餐厅的装潢 不过依旧不及制造量的1% 毕竟要克服的问题 包含冷链 运输以及制造工法 毕竟在台湾将麦芽破大量再制的案例还是偏少 而依据环境部的资料显示 酒厂所产生的废弃物 包含废酒糟 酒破 酒精牢 每年在10到14万公顿 其中的酒破就包含米 麦等穀物 酿酒后所产生的酒渣 虽然数量不到惊人 但其中还是有能运用的价值 而现在不少业者 从自己所产出的废弃物着手 设法降低对地球的伤害 将废弃物净升成资源物 TVBS新闻和这样一些单词 不太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